就是原發性 那次發性呢 那次發性呢 最主要是 它通常有個病灶 最常見的幾個病灶 多數是類似 腫瘤內膜異味症 這幾類的情形 所以它典型就跟 原發性不太一樣 它的時間點就沒有一定 如果是因為前列腺素影響 它有一定的時間點 通常月經前四天 到來了三天之後 就會改善 你會發現他們幾個 時間症狀完全變異性非常大 所以他們一定有 其他的相關的問題 那另外次發性的痛經 它都是一個局部的問題引起的 所以它比較不會有 遠處的問題 比如說它這裡不舒服 大概就這裡不舒服 除非它經血太多 導致一些暈暈暈暈不舒服 但是很少是 這裡全身好幾個地方 同時不舒服比較少 所以像這一類的話 其實我建議要先找醫生看一下 我剛剛雖然說 原發性痛經 藥物是第一首選 可是前提是 不是靠節目或者Google 來自我診断 還是要先給我們看一下 確認沒有別的問題才算 所以這幾位其實我會覺得 先看看醫師會比較理想 那一般會是什麼樣的疾病有關嗎 大概常見四大類疾病 其實最常見一個是 子宮肌瘤 那子宮肌瘤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良性疾病 它月經來的時候 它就會脹大 脹大它會壓迫 可是這種疼痛通常普通痛 因為脹脹的痛還好 可是因為它經血會多 經血多了以後 其實莫名其妙我們剛剛講 經血只要多 它有時候會伴隨一點 原發性痛經的表現 所以兩位我覺得比較像這個 第二個 更常見的叫 內膜異味症就是 子宮內膜應該排出來 變成精血 它跑錯的地方 跑到骨盆腔裡面的 每個地方 如果跑到腸子 你月經一來的時候 你腸子就脹 痛 不舒服 甚至有時候吃穿腸子 有的人每次月經一來 他大便都排血 其實也是一種 那如果跑到輸尿管 因為輸尿管曾經有被綁起來過 那造成腎臟的水腫都有可能 第三個是我最近才有一個個案 叫做骨盆腔的沾黏 骨盆腔沾黏很好玩 我之前有一些病人 因為沾黏到哪裡 就會有不舒服症狀 包含腸子 如果半量腸子 它可能表現以腸胃的 脹痛不舒服為主 如果沾黏的地方是在子宮 可能子宮弄疼痛 甚至在新生活頂到的時候 就會不舒服 所以像這種就是 做個內視鏡進去看 把有問題的地方剝離一下 果然剝離完了以後 它的疼痛就改善了 其實這台刀 我是救了他先生 我叫他先生要請我喝一杯咖啡 那最後一個 其實是子宮肌腺症 子宮肌腺症其實是 目前我們發現比例要越高 而且真的是超級美膜女症候群 就是只要年齡越高 隨著年齡越多 沒有生育 你子宮沒有休息過 這個疾病機會就會增加 子宮肌腺症是什麼呢 就是精血我們剛剛提到 本來應該排出來變精血 它逆流到 別的地方就叫內膜異位症 可是跑到子宮本體的話 子宮的肌肉裡面 這子宮肌肉裡面塞了血 你就知道你如果在肉裡面 有塞血你就知道 其實是會很痛的 所以子宮就越來越脏 越來越痛 每個週期它就越脏 來的時候其實蠻痛的 而且精血會越來越多 所以子宮肌腺症是我們目前臨床上 我們所有婦產科醫師都有發現 這個趨勢好像越來越多 它衍生出來的精血多痛經 就很難搞定 因為它的藥 這個痛吃藥有時候效果都很差 最後常常會走到手術這一條路 不過你剛剛說 這個它是年齡越大 那大概是幾歲以上 才會比較有這樣子的風險 肌腺症嗎 對啊 肌腺症我們最年輕十幾歲也有看過啊 所以肌腺症其實目前我們就一直在挑戰 它到底什麼原因 當然文獻很多 它可能跟你精血膩也有關係 有手術過 內膜的手術過有關係 沒有睡好等等一大堆奇奇怪怪因素 但是目前真的沒有答案 對啊 那你這樣講的因素全部都直指禮異啦 醫師我現在掛話了 喂 可是你知道 好緊張喔 有時候好人不償命壞 那個 怎麼會贏千年 我怎麼講這個 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說 像他可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可是他其實不會有 那麼嚴重 所以生完小孩開始痛 這時間點剛好還是就是 因為有子宮肌瘤這方面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好玩的研究 就是你從十幾歲到停經前 我們每十年去做一個問卷調查 看你痛經的比例會不會比較多 你可能會覺得一定二十歲 三十歲的人痛經多 因為亂喝水等等之類的 統計上 痛經的比例是差不多人數 也就是四十歲甚至快五十歲 他也是會痛經 只是這個年齡通常 自己已經知道 你很痛的沒人理你 因為如果結婚老公也不理你 如果沒結婚也沒人理你 所以他可能好像自己默默地消大票 說起來但好像家庭都不太溫暖了 怎麼回事 好被傷喔 這是現實生活是真的 或者 所以只要自己默默處理就對了 那二十到三十比較有人關心 感覺上比較多 但是問卷調查 比例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原因可能是不太一樣 年輕的是原發性的多 那年齡見證的 美魔女的話大概就刺發性了 機會就高很多 那我想要問一下陳醫師 像我是因為經痛去給醫生看 就有做檢查 然後就有檢查出 我有子宮肌瘤是七公分大了 七公分算不算很大 不小喔 有點大 然後我換了一個醫生 他就跟我說是子宮肌腺症 對 那我搞不清楚 那我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你現在免 掛號費就對了 你現在免掛號費就對了 你現在免掛號費就對了 我直接問一下 他陳醫師又跟你講 另外一種疾病 其實我教大家判斷簡單的原理 我們在婦產所有科的腫瘤 大概都分三公分 五公分 十公分 你可能也不要問我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研究就是這樣分比較好分 大概像卵巢或者腫瘤 三公分以內你都不要理他放著 但是以子宮肌瘤來講 五公分以內我們可以觀察 五到十公分看症狀 十公分以上絕大部分 我們會建議他一定要治療 以前大概都到手術 現在有一些有藥物 可以協助改善一點點 我只能說改善一點點 十公分以上還是建議你手術 因為它已經太大 壓迫到不舒服了 第二個肌瘤跟肌腺症 肌腺瘤有什麼不一樣 差一個字對不對 對 肌腺瘤是什麼 它裡面的確有點肌瘤 又伴隨了子宮肌腺症 這種最慘 這種痛經通常會最嚴重 我就說 對 那下一步是怎麼治療呢 通常就是看你的症狀優先 如果你的症狀是 經血多或痛經 我們通常會藥物優先 如果它的症狀是 因為大壓迫到 這個就不容易用藥物來控制 可能會往手術那一方面 但是現在你要慶幸 女性的地位越來越高 還有對生活品質面的要求 越來越高 所以醫療開發出 非常細緻的治療 我舉最簡單的 以前如果大的腫瘤 就切掉就好了 對 那現在可能不是整個切掉 我們可能肌瘤切掉就好 甚至於你不想開刀 現在有體外的 我們叫超音波刀 現在類似海浮刀 我們體外超音波定位在那個地方 就把它破壞掉 也可以萎縮 但是這個很貴 然後沒有傷疤 沒有傷疤是真的 但是 好酷喔 我面影裡頭的情況 但是也不要太高興 要十幾萬 而且它的萎縮小 也不是完全移除 那再往前 那我是不是可以吃藥 以前吃藥就是改 那吃藥有效是很快嗎 吃藥是改善症狀 以前吃藥就是讓精血少一點 症狀不要太嚴重 肌瘤不要太大 但是去年12月 今年在美國上市 今年7月台灣上市 也有一些可以讓肌瘤變小一點 但是也不要太高興 就是精血改善 痛經改善 肌瘤超萎縮40%上下 也不是不見 所以其實就是你們的需求 只要跟醫生好好溝通 其實現在很多細緻的 一個治療可以寫 所以它會變惡性嗎 對 子宮肌瘤會不會變惡性腫瘤 它的惡性腫瘤 專有名詞叫